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接著上一期視頻的內容來講 上一期視頻裡面我講到向心的家事背景 我認為他是花帥中共的十大元帥之一 花帥葉劍英的私生子 所以說才能夠到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 找到這樣一個肥缺掌握兩家公司 並以這兩家公司為掩護來發展它的情報網絡 來發展它的間諜組織 今天我就想來講一講他為什麼作為一個間諜投資 他為什麼在11月份這個時間去台灣自投羅網 因為他的手下王立強是今年4月底的時候就去到澳洲 到了5月底向心就應當能夠確定 王立強是滯留澳洲不歸了,是已經叛逃了 為什麼呢?因為他給王立強的任務就是在5月底 準確的說是5月26號要拿著一個偽造的 南韓的護照進入台灣 然後操縱那個地方的他們的這個間諜機構 間諜組織來破壞干擾台灣的選舉 那王立強沒有暗示回來沒有去台灣在澳洲一直停留 那麼作為一個間諜人員 這就可以表明他已經叛逃了,已經被叛組織了 那麼他被叛了組織之後 他肯定要把組織的這個秘密要洩露出去 他才有可能在澳洲生存的下去 他一定要跟澳洲的反間諜機構情報組織合作 他才能夠得到保護 所以這是一個常識 那麼他一旦和澳洲情報組織合作了 那麼向心他也就暴露了 他的和組織裡面的其他的一些人也就暴露了 那麼按照這個邏輯,向心是從五月底之後 應當是不會再去台灣了 因為去台灣這個風險實在是太大 不僅僅對他個人的風險太大 而且對他整個組織的風險都太大 但是我們就發現他還是去了 據說每個月還去一次 到了11月份這一次去的時候 就被台灣當局給扣押了 但是他為什麼要去台灣呢? 如果他是為了工作去台灣 那這個工作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是去見重要的人去辦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發現他在台灣的這幾天 根本就沒有辦什麼事情 否則的話台灣的這個情報機構 早就把他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們可以相信台灣情報機構 從他一入境開始就對他一定有全程的 監聽監視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台灣早就掌握了向心的他的身份背景了 在這個王立強爆料的那個電視節目 是澳洲的一個電視台 他的那個節目的內容叫做澳洲60分鐘 在那個60分鐘裡面就已經播出了 那一期節目他是製作了很長時間 其中有一段是十月份在台灣拍攝的 是那個採訪記者去跟台灣的外交部的這個副部長 徐師檢兩個人的對話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在最遲在十月份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政府就已經知道了向心這個人 已經知道了王立強這個人 已經知道了間諜組織的這個間諜組織的存在 所以說向心入境的時候 他們應當對他是進行全程的監控的 那麼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台灣政府就應當是完全掌握的 那麼在完全掌握之後 到現在還在把他滯留在一個大酒店裡面 對他進行了訓問 也就是說他這一趟是沒有做出任何重要的舉動的 那他去台灣幹什麼呢? 媒體上面有說說他是每個月去台灣 因為要跟他太太一起在那裡的地方 這個購物、旅遊觀光 他在那個地方還有一些物業 可能還要享受一下生活 這個理由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因為在這麼危急的時候 他作為一個間諜組織的投資 在台灣大選的前夕 這個時候在他的手下已經叛逃的這種情況下 他是不應當爭入虎穴的 台灣的執行對他來說應當是相當相當的危險的 那麼他為什麼要去呢? 那我今天在這裡就給大家提出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 就是向心這次去台灣 既不是去觀光旅遊也不是去執行任務 而是主動投誠,他是去叛逃的 不僅僅王立強叛逃了,向心也是叛逃的 而且他們兩個人是有關聯的 是已經早就有預謀的有計劃的叛逃的 是向美國、向澳洲 以至於是向台灣早就已經聯絡好了 這次去就是沒準備回去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他是去執行任務的 那麼他一定能夠意識到在這個時間去台灣的 有巨大的風險,這等於是上戰場 基本上是有去無回的 那麼到這麼一個有去無回的地方 這麼危險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作為一般的男人 他會不會把自己的家卷給戴上 為自己殉葬呢?一定不會的 一定是要把家卷安排好了 我這次去死了就死了,回不來就算了 但是我得把你們的日子安排好 這才是正常的人的邏輯 但是這次向心去台灣不是一個人去的 他是帶著他太太一起去的 而且大家去查一查 我相信向心他的子女 現在一定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之中的某一個國家 一定是已經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但是以向心的在香港的這個財富和地位 那他的子女現在肯定不會在中國大陸 在那邊受到監控 而且一定不會是在香港 一定是早就離開了香港這個是非之地 已經得到安全了 那麼只要向心他們兩口子也得到了安全 那麼整個家庭就安全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叛逃 去台灣不是去執行任務的 而是去叛逃的 因為他帶著他太太一起去了 那再說一說這個王立強和他們的關係 王立強呢?從這個公開的資料上面看起來 他就是福建的一個小城市的 中下城幹部家庭出身的 這麼一個年輕人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 就是到了安徽財經大學的油畫系去讀了幾年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財經大學裡面會有油畫系 中國的這些三四流的大學 甚至是所謂的這個一流的大學 現在也都是亂來了 你財經學院你就本本分分的 教學生在財經方面的術業有裝工 把這些知識交給學生就好了 為什麼財經大學會搞出一個油畫系來呢? 簡直是流頭不對馬嘴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他就是這麼一個三四流的 這種野基大學的一個油畫系畢業的一個學生 應當是說教育程度也不是說很好 但是這種人這樣的人居然他能夠順利的到香港 而且得到香港的間諜投資 而且是兩家上市公司的主席 在社會上這個公開的身份是一個大富豪 得到這樣的人的重用 而且跟他們還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這種私人關係 王立強不是拱心的這個私人的繪畫教師嗎? 普通的老百姓的子弟、普通的幹部子弟 哪裡能夠做到這一點? 一定是因為王立強和向心 他們有家族方面的非常緊密的聯繫 那現在台灣有一些媒體也已經披露出來了 說這個國務院副總理、前國務院副總理周家華 他是這個中共元老周桃份之子 他的老家也是在福建南平 就是這個王立強的老家附近 那麼是不是這兩個人之間有親戚關係呢? 是不是王立強本人就是周家華的這個私生子呢? 這也是極有可能的 因為向心以前給周家華當過秘書 那麼照顧周家華的家人 照顧周家華他自己本人不方便照顧的人 也就像私生子這種人 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且還對他非常好、對他非常信任 你要知道你進到一個間諜投資家裡面 跟他的家人經常的在一起 這對整個間諜組織、對這個間諜投資的 這個間諜生涯、對他的職業生涯 這是有巨大的危險的 一般沒有特別信任的人 他是絕對不會跟你發展成這種關係的 那也就是說王立強 他要不就是跟周家、要不就是跟向心 所屬的業家有特別特別緊密的關係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血緣上面的 氫緣的上面的關係 他們才能夠建立起如此在短的時間之內 在年齡差距這麼大的情況下 建立起如此牢固的這種信任關係 這種信任關係它能夠一下子就發生突變嗎? 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比較小 現在視頻上流傳的故事版本就是 王立強到澳洲之後 向澳洲的反間諜機構投誠了 供出了他的前老闆 他的這個恩人向心 然後導致了向心 今年11月24號在台灣桃園機場 被台灣內政部扣押 這是大家接受到的這個版本 但是這個版本裡面的疑點太多了 更合理的一個故事版本是應當是 因為向心和王立強之間有非常牢固的這種信任關係 這種信任關係是基於他們的這個血緣和親旗關係 這種關係之上的 所以他派這個年輕人到澳洲去主動的 跟西方五眼聯盟的情報機構聯絡 然後安排好了之後 到11月21號他自己帶著太太親自去到台灣 然後跟台灣的這個內政部門 台灣的情報部門取得接觸 最後滯留不歸 對外造成的這種印象就是他被拘押了 實際上他是去投誠的 他是去叛逃的 那麼在時間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合 向心夫婦他訂到台灣的機票是11月21號到24號 就在他逗留台灣的這三天時間 澳洲那邊就開始爆料了 11月23號澳洲的60分鐘節目 電視台就開始爆料了 那麼這一爆料台灣的內政部就名正言順的 可以把向心夫婦扣押住 不讓他們回去這一扣押就是永久的扣押了 所以實際上我相信這就是所有各方面 五眼聯盟和台灣方面大家都已經預言好的 向心這個人王立強這個人 甚至他整個的這個網絡情報網絡 現在都是早就預謀好了要叛逃 那麼現在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叛逃 這有幾種可能性 幾種可能性現在只能猜測 第一個就是春江水暖壓先知 做這些情報工作的人 那對於整個的這個大局的這種掌握 尤其是像向心這種大家族的子弟 然後多年的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 對於中共體制內部的那些情況 那是瞭解的非常清楚 知道中共這個政權已經不行了 大勢已去現在經濟上已經徹底的不能夠重新再繁榮起來了 回天乏宿了 那麼經濟不繁榮 經濟下滑甚至是一崩潰 那麼這個政權的它的合法性也就沒有了 那麼搞情報的人 尤其是這些大家族的人 對於中共黨內的那些勾心鬥角那些內鬥 那更是鳥如指掌 知道這個共產黨在面臨外部這麼嚴峻環間的時候 內部還不能夠團結 這種黨能夠堅持的下去嗎 絕對堅持不下去 再就看看他們也知道 各大家族都已經找好了退路 在外面都已經把錢把人都已經安排好了 只等到哪一天中國開始變天的時候 這些人就要做鳥獸善 而這個時候他為什麼要把自己擺在一個危險的境地 因為作為情報機構 他們是在和美國、在和台灣 在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國家這種對抗的最前沿 在正式的政治戰、軍事戰開打之前 先打的一定是情報戰 一定是相互捉對方的這個情報人員 所以他們在第一線是最危險的 他一想你們這批人後台後面的這批人 都已經做好了棄船逃跑的準備 那這個時候我為什麼還要去為你們拼命 所以這個時候這批人棄船逃跑 率先棄船 這也就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 第二個方面的原因就是自由民主陣營的 包括美國、澳洲、五眼聯盟、其他國家還有台灣 這個時候也特別希望中共內部的那些間諜人員 那些情報人員他們能夠叛逃 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叛逃對中共的震動 對中共的打擊是最大的 尤其是這個時候台灣 如果中共他的間諜人員叛逃 那麼一定會把台灣的這個共諜的組織 把他們給順藤摸瓜、把他們給帶出來 把台灣的親共派、投共派把他們全部給挖起來 那麼這個時候台灣就比較安全了 這個時候美國也會盡力的來幫助台灣 因為台灣是處在和中共共產政權對抗的 最前沿的陣地是在第一島鏈的正中央的位置 實際上是一艘對抗中共的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個時候如果台灣被中共的人 被親共、投共的人所掌握了 那美國那不就寢食難安的嗎? 那中共的這個軍艦、中共的潛艇 不可以長驅直入進入太平洋 直接威脅到美國本土了嗎? 那美國怎麼能夠承受得了這樣的後果?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一定是動用全力 在撤反中共的這些情報機構的人員 甚至也在撤反其他的中共的那些高層的人員 所以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促使向心和王立強這些人叛逃的第三個原因 就是中共現在的領導人習近平他的執政的方式 習近平是想把所有的權力全部抓到自己的手中 包括一些高度專業的一些領域的權利 他也想自己來發號施令,比如說像情報網絡 這是高度專業的,過去都是由各大家族裡面 最有頭腦、最有膽識的這些子弟 由他們來經營多年形成的這一套體系 這一套體系裡面的人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刀口舔血的這樣的一個職業,所以高度危險 那如果是外行進來了來亂發指令 這就讓這些本來已經很危險的人 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 那麼這個時候這些人叛逃 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現在向心王立強叛逃了 這絕對不是最後兩個我相信在今後短期之內 會有大量的中共的間諜、中共的情報人員 甚至中共的最低級的線人,這些人都會叛逃 都會紛紛向西方的、向台灣的這些情報機構向他們投誠 最後把中共在海外的、在港澳地區的、在台灣的 這個眼線、耳目全部都給封閉起來 那個時候自由民主陣營和中共專制陣營之間的 一場決戰就會正式開始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那我也希望大家看一看我這個評論區裡面 置頂的這條評論 這條評論裡面有很多很多 這個反共的民主陣營的這些互聯網 這個自媒體的頻道 其中我推薦的有我們全民共振團隊的 這個吳建民的頻道 還有元香居士的頻道 還有霧婷的頻道 這次我尤其是要推薦一下霧婷的頻道 他的頻道現在人還比較少 但是他做的節目質量也是非常好 尤其是最近的一期節目講到兩本書 改變了,將要改變中國的命運 這個節目短小經幹做的非常好 觀點非常的獨到 所以希望大家去查看一下 然後希望大家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下次再見